欢迎来到中年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希望大家看我们的视频开心 女明星风尚大典造型 杨子两套衣服 迪丽热巴的女王造型被吐槽 近日 女明星风尚大典引起了广泛关注 杨子和迪丽热巴的造型成为了热议话题 究竟是怎样的造型引起了公众的关注和争议 本文将带您一起走进女明星风尚大典 深度解析杨子和迪丽热巴的造型 以此展开对于明星形象的探讨 让我们以杨子的两套衣服造型为切入点 杨子一向以干练利落的形象示人 大方得体的服饰打扮更是成为了她的标签之一 在本次女明星风尚大典上 杨子的两套造型也自然成为了众人瞩目的焦点 首先是她身穿的粉色长裙 简约大方的设计恰到好处地展现了她 端庄优雅的气质 优雅的剪裁 柔美的色彩配搭 以及简洁的线条 都展现了杨子高贵优雅的一面 相信这一套清新淡雅的造型 无疑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过和这一清新淡雅的造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杨子另一套造型 这套造型则是一席带着少女气息的套装 甜美可爱的设计让杨子焕发出了一个全新的气质 淡紫色的上衣搭配简约的裙装 再加上造型师巧妙的发型设计 让整个造型看上去充满了少女的活力与俏皮 在本次女明星风尚大典上 杨子两套截然不同的造型 展现了她的多面魅力 也表现出了她对于时尚和形象的多样理解 无论是优雅大方还是甜美可爱 杨子都能以自己独特的魅力 将服饰演绎的淋漓尽致 接下来我们来讨论迪丽热巴的女王造型 迪丽热巴一直以气质冷艳 高贵典雅的形象是人 而在这次的女明星风尚大典上 她也延续了这一一贯形象 以皇宫女王为主题的造型设计 如同处水芙蓉一般的迪丽热巴身着银色贴身长裙 整个造型散发着高贵冷艳的气质 然而 引起争议的也正是这样一喜女王范儿的造型 一些观众评论认为迪丽热巴的造型过于突出 显得过分高调和不接地气 与其他女星清新淡雅的风格形成鲜明对比 迪丽热巴的女王造型显得过于张扬和不近人情 内外兼修之余 明星的形象构建也离不开众多团队的支持 在这次女明星风尚大典上 杨子和迪丽热巴所展现的造型风格 也令人倍感心奇和犹豫 这种对于时尚风格的多样性和个人魅力的发挥 也让人对于明星的形象塑造有了更多的期待和思考 无论是杨子还是迪丽热巴 他们所扮演的多面角色都引发了人们的关注与思考 在保持自我魅力的同时 他们的造型也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时尚与风格的重要性 在未来 我们也期待更多女明星们能够以自己独特的风采和形象魅力 继续为时尚界带来更多的惊喜与启发 在女明星风尚大典上 杨子和迪丽热巴所展现的造型风格 也令人倍感心奇和犹豫 这种对于时尚风格的多样性和个人魅力的发挥 也让人对于明星的形象塑造有了更多的期待和思考 无论是杨子还是迪丽热巴 他们所扮演的多面角色都引发了人们的关注与思考 在保持自我魅力的同时 他们的造型也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时尚与风格的重要性 在未来 我们也期待更多女明星们能够以自己独特的风采和形象魅力 继续为时尚界带来更多的惊喜与启发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